喝酒这个事情其实挺有意思的 一般来讲如果丈夫要喝酒 会有三层原因 第一层可能太太平时啰嗦 丈夫如果不喝酒就得慢慢去应战 而一旦喝了酒就像武松敢打老虎一样 他可以有了胆子对太太吼一声 你给我闭嘴 然后太太一看丈夫是不理智状态 所以也很容易休战 这就是丈夫喝酒的第一层原因 可以稀释宁人得到片刻亲近 第二 当喝完酒以后一定会做出一些失态的事情 第二天看着满目的狼藉 听着家人们的抱怨 心里头一定会有很多的不适滋味甚至羞愧 那么就需要用第二顿的酒来使自己麻醉 忘记了自己之前喝酒所造的那么一些事段 所以你是在用喝酒来麻痹自己 让自己不老沉浸于犯了错的愧疚感当中 这又是逃避 第三个 因为你有太长时间没有从你爱人的眼里 嘴里听到一丁点对你的夸赞 于是你只好靠喝酒 酒可以帮你兴奋起来 可以使你有一瞬间的飘飘然 可以跟朋友一起吹吹牛皮 所以酒比太太成了你生活里头更好的伴侣 你也就越失望这个家的气氛也会使他继续往酒的怀抱里奔 你们的恶性循环是止不住的 所以不只是先生要改 太太也得改 如果你们想在一起的话 我们都说评鉴夫妻百事哀 我觉得最开始我听他们来说 就是他们过的生活并不富裕 大家都会因为钱的事情 会有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 我从小我就一直认为一个男人 如果娶了老婆他打老婆 他的日子一定过得不好的 而且这个男人一定发达不了 因为连你最爱的人 你就舍得去打他 称不上是一个男人 所以说我一直对打老婆的这个举动 我觉得是特别不正确的 那导致你最后最后你过得不快乐 你就喝酒 为什么喝酒喝那么多 我觉得是戒酒消愁 喝了酒麻痹自己 我刚刚就看着你在说话的时候 我特别想掉眼泪 因为我就讲我在想 如果这样的一个男人 他离开了你这个老婆 离婚了你能过成什么样 我觉得你会过得很惨 其实两个人在一起感情二十年了 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他之所以说你嫌弃你这些 嫌弃你这些 就说这些 其实想让你两个人日子过得更好 但他是觉得生活看不到希望 从你的身上 所以说我觉得你真的得改改 家和万事兴 往好里过 往河里过 酒少喝一点 所以说为了孩子 为了你们的未来 为了很多很多 你们都应该去改变 谢谢郭老师 谢谢